其实,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话,因为每个人的立场角度不一样,所以即使是同一件事,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 就比如小白今天要讲的这两句话,笑一笑十年少,和多笑会长皱纹,看起来非常矛盾,但是仔细理解这两句话,看起来的也是顺理成章的,比如说笑一笑十年少说的是说心态上,一直保持开朗乐观的心态,不被白心事烦扰,这样就不会忧愁,忧愁真的是会让人老得快。 而笑一笑长皱纹指的是身体上大,因为一直保持一个动作的话,身体就会产生惯性,就是保持运动能够强解器官一样,这都是因为长期坚持产生的效果,而一直笑让眼周围的细胞或速生长,所以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鱼尾纹。 所以这两句话其实都非常合理,很多人这下就开始疑惑了,那我到底是要笑还是不想? 其实呢,只要心态足够好,内心感受到快乐,不总是哈哈大笑也是可以的哦,所以一定要保持运动,让身体自然畅通,这样才能随时随地保持好心情哦。 接下来小八就介绍一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提示,要好好练习哦。 一,套琐事,套琐事可以改善消化功能,还能按摩身体的多个器官,增加脊柱,肩膊的灵活性,这也是增强少女感的不二打得哦。 练习的时候,注意绷紧腿部筋肉来保持身体平衡,维持深长的呼吸,坚持20到50秒,加油。 二,挺湿式,不要被这个提示的名字吓得哦,挺湿式其实很简单,躺在瑜伽垫上,身体放松,两腿自然打开,双手放在身体两侧,自然呼吸。 一,练习挺湿式能够很好的放松情绪,有助于缓解失眠,头痛的症状。 三,兔子式,先已经跟视作子做好,调整呼吸,吸气,双手放至脚踝旁边,上伸向前弯,直到额头碰到地面,吐气,勾起脚尖,双手握住后脚跟,抬起臀部,将背部向前推。 三,这个体式能够延伸脚柱,缓解背部腰力,增强脚柱的灵活性。 想要完美体态,多多练习这个体式吧。 四,蝎子式,这个体式的动作像一只正想要攻击脸部的蝎子,因为脖子,胸部,脊柱和腹部都得到了很好的伸展。 练习的时候尽量保持正常呼吸,尽力所能保持这个体式约30秒,这个体式能很好的拉伸腹部,减少肋肉,并且保持脊柱的健康。 五,骆驼式,这个体式是对身体器官非常好的一个体式,不仅可以促进新陈代谢,还可以强壮脊柱和伸展肺部肌肉,还能有效的纠针驼背,改善不良体态。 对于呼吸到了也有很好的作用,真的是有时间可以多多练习,整个动作也不会很难,但是却可以达到很多效果。 注意要点,练习之前,一定要进行必要的热身,这样才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,对于有难度的体式。 慢慢练习就好,千万不要急躲,鱼甲椅一定要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,练习,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 想要好心态,想要好身材好皮肤都不是问题,但一定得坚持练习。 要是喜欢小发的分享,记得加关注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